浪花兄弟联手轰炸!勇士屠牛客场14连胜! 金周勇士18日客场面对芝加哥公牛,尽管上半场稀微落后,但在浪花兄弟全场轰下68分率领下,又是在第三节拉出决定性攻势,最终以119比112击败公牛,收下平队时记录的客场14连胜! 勇士开赛就取得32比20的双位属领先,但主场作战的公牛很快还以颜色,首节末段拉出一波12-0的攻势,反倒逆转取得2分领先 公牛气势延续到第二节,两队上半场打完,勇士还以63比66落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